那么这位货班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这位张守德 他9岁就罹患了罕见的肌肉萎缩症 而且他的父母跟家人在短短几年间全部离世 而且他在多次进出家户病房和死神拔河 他在人生最美好的18岁之前 是经历了所有的生离死别还有家破人亡 可是张守德把这一切当作是上帝的旨意 他把认识上帝当作他这一生最大的幸福 他可以庆幸这一生有上帝与他同行 很难想象有一个人可以把罕见的肌肉萎缩症 形容成生命中的一个特奖 说自己比谁都幸运 而对于一连串蜜蜜蜜的摧残 他还心存感谢 因为这一路上有许多贵人的扶持与照顾 让他得以生存至今 张守德认为自己的一生宛如一张独一无二 别人所没有的生命藏宝图 处处充满惊奇冒险 要有多少幸运才能够获得上天如此的恩惠 看似一无所有失去很多 却也得到不少 让地开了关了一扇窗 他并开启另一道门 因为他是我懂不放弃的坚持 因为有呼吸就有希望 也就会有力量 如今纪录片完成 也完成出苏德梦想 接下来希望有机会再次 得到市长的支持 能够继续拍纪录片 到市集全境国际演战 张守德今天接受周大观基金会颁奖 除了发表新书 也推荐以他为主角拍摄的纪录片 生命藏宝图 他表示希望有机会再拍第二部 进军国际 生命藏宝图是由市府以及高一等机构 以张守德为主角拍摄的启发性影片 透过影片中生命斗士张守德的故事 让更多人了解 人生就像一张生命藏宝图 也看到了生命的韧性 以及独一无二的价值 努力不一定会有结果 但不努力什么都没有 只要有呼吸 一切都是希望 这是张守德一路行来坚持的信念 也是每个人生命当中最珍贵的保障 港东新闻王介石 彭冠英采访报道